见到第一线,第3099章,所谓宿命,宿叶红莲悬浮在那,大如山月。 若宿道,这一朵红莲很古怪,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封禁,我虽能破开,但藏身其中的人必会遭受重创。 宿一连忙道,让我来吧。 说着,他抬手间祭出宿叶万魔牌,隔空一点。 那宿叶红莲内,骤然间掠出一道如梦似幻般的血色神红,落入宿一掌间。 随着光芒收敛,众人这才看清,那血色神红是一个仅仅只有婴儿巴掌大小的青铜轮盘,形态浑原,其上蕴生着宛如天生的大道蜜蚊,繁蜜晦色。 宿命的气息,这莫不是一件诞生于宿命本源力量中的宝物。 若宿亚然。 苏宿汉首,正是,此宝名幻宿命轮盘,是这血连禁域的本源之宝。 此宝很特殊,就像一股本源,演化出了这一座血连禁域。 那之前曾长满血连禁域的宿叶红莲,实则皆是扎根在宿命轮盘上。 它就像土壤,让宿叶红莲运生出了宿叶气息。 这些秘密,皆是石影真族所说。 之前在和三清关中年道人灵绝对战时,苏宿担心千蕾枯玄天地和飞云子,早在暗中动手,唤醒宿命轮盘,镇压在那一朵宿叶红莲内。 在之前的大战中,整座血连禁域都已被毁掉,唯有这一朵宿叶红莲被若宿收起,保存下来。 宿命,是命运规则之一,并且是最可怕的至高规则之一。 若宿轻语,这种大道,可以演化出一种既定的命术因果,影响和改变修道者的命术,让其生则生,王则亡。 若掌握在天地手中,甚至足可改变一方舟界无数生灵的命术和器语。 说着,他抬眼看向苏宿,你执掌命书,倒也无惧被宿命力量反噬,但动用此宝时,可一定要当心,世间命术,牵一发而动全身,除非彻底参透命运大道的终极奥秘,否则,势必也会被宿命力量影响到。 苏宿心中一领,点了点头。 所谓宿命,其实在世间到处可见。 昭君不知惠术,惠姑不知春秋,下重不可与兵,皆是宿命。 凡夫俗子之生老病死,世间生灵之命术变化,往往也遭受着宿叶的影响。 宿叶,就是一切宿命力量的显化。 执掌宿命之力,就等于执掌了一种牵扯命术的裁决之力。 命魔一脉的强大,就在与此足与生俱来,就掌握着宿叶之力。 洪荒初期的时候,命魔一脉之所以要在宿命海建立据点,同样也和宿命有关。 此时,那一朵宿叶红莲的花瓣,悄然开启,两道身影显露出来。 一个赫然是枯悬天帝,另一个须发如雪,身影枯瘦的老者,自然就是赤冤道庭祖师飞云子。 老爹,我可真没想到,这次竟然是你来救我的。 枯悬天帝大笑着走出,一把抱住苏毅肩膀,老脸上竟是笑容和激动。 他被困在此,虽然只数月时间,可早做了最坏打算,清楚自己注定凶多几手,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。 可唯独没想到,他不仅绝境逢生,并且救他的,会是苏毅。 这让枯悬天帝,如何能不激动,不失态。 苏毅笑起来,老个无恙就好。 他和枯悬天帝的交情,已历经生死磨练,自无须寒暄什么。 这家伙是飞云子,我的结拜兄弟。 枯悬天帝一指飞云子,和老弟你一样,都是我可以完全托付性命的人。 飞云子笑着上前,跟苏毅作医,早听说过苏道友的大名,只是未曾想到,初次见面时,就让苏道友成了我的救命恩人。 这一刻,洛宇妖族忍不住道,如今苏大人,可不仅仅只是你飞云子的救命恩人,还是我和虎禅誓死追随的主上。 虎禅妖族道,这四方之海,也早以尊苏大人为主,号称四海共主。 言辞间,净是自豪。 看到这两位妖族时,枯悬和飞云子,内心就有些惊疑,不清楚什么情况。 直至此刻,听了两人的话,枯悬和飞云子的脑袋,都有些猛。 苏禅,竟成了这俩妖族的主上,还是四海共主,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? 旋即,枯悬天帝又是一惊,认出了轻衣天帝,画轻衣。 轻衣天帝,神色一如之前清冷,道,如今的我,也在为苏禧做事。 一下子,枯悬倒吸一口凉气,眼睛瞪大,哪怕身为天帝,都有一种做梦般不真实的感觉。 被困在这血连境遇短短数月而已,怎么外界却像变天了一样? 消失不知多少岁月的轻衣天帝,两个在南海中足以媲美天帝的妖族,竟然都成了苏义的随从。 这让谁一时能相信? 那,这位呢? 枯悬天帝强自安纳住内心的震撼和困惑,目光看向若素。 苏义神色认真道,这位是若素道友,此次能从三清关手中救回老哥,多亏他仗义出手。 枯悬天帝心中一震,他清晰注意到,无论是那两位妖族,还是清衣天帝,面对若素时,神色和举止间都变得很拘谨。 甚至在那两位妖族没捎肩,根本不掩饰敬尾。 这让枯悬天帝内心愈发困惑,若素。 难道这位是一个比天帝更恐怖的存在? 心念转动时,枯悬天帝笑着上前作一剑里,比人枯悬见过道友。 多谢道友出手相救。 道友? 听到这样的称谓,两位妖族心都一颤,那可是一位道祖,在命运彼岸都是绝世巨头般的存在。 三清关的灵爵和关水何等强大,轻松能碾压天帝,可在之前,则在那位若素道祖面前不堪一击。 若素眨了眨灵谋,神色温婉道,我也是替苏道友帮忙的,你要谢就谢他吧。 枯悬天帝笑道,道友太客气了,此等大恩,我枯悬铭记在心,他日必有报答。 若素笑了笑,没有再说什么。 苏义则说道,走吧,咱们找个地方喝一壶。 若素微微摇头,我马上就要回去,等以后,有机会,再和道友对应。 说着,他一直轻衣天帝,待会让他跟我一起走。 如何? 苏义心中明白,若素这是,要为轻衣天帝指点以后的道徒,当即就答应下来。 轻衣天帝内心激动,低着禽手,郑重行了一个大礼,道,多谢前辈成全。 前辈? 哭悬天帝一呆。 该是何等存在,才能让华清一这骄傲自负的女人,如此敬重。 对了,若素呼地想起一件事,经历惊天一战,势必会进一步对天下各地产生极大的影响。 一切变数即可能会提前上演,倒有可要当心一些。 苏义心中一阵,想起很多。 上次天命之争落幕后,就对天下格局产生严重的影响。 就苏义所知,虚无之地的玉外天魔一脉,命运长河最深处的命魔一脉,都已蠢蠢欲动。 除此,世间各地也有诸般变数发生。 比如,这次产生巨变的宿命海,比如,已消失万古岁月的洪荒天庭,再次显现出踪迹。 这些还都是已知的,未知的变数注定还有更多。 而现在,若素竟然提醒说,今日一战后,将进一步对天下局势产生影响。 这让苏义如何能不在意? 或许,玉外天魔会提前出现,被镇压在寂灭境遇的命魔一脉,会提前打破牢笼。 或许,那早在洪荒初代,曾主宰天下风云的洪荒天庭,会在消失万古之后,再次重现。 直至若素和轻衣天地离开,苏义脑海中依旧在私存这样的一场变数。 天命之争,是因为有彼岸强者出现,影响了永恒天域的周虚规则,以至于对天下格局产生影响。 这一次宿命海之战,同样有彼岸的力量出现,同样也会对天下产生影响。 这一切让苏义明白,真正影响这一切的变数,就是那些踏上成祖之路的人。 这些家伙若不顾规矩,再掀起一些风浪,天下注定会被彻底搅乱。 而这也就意味着,留给自己修行正道的时间,注定会越来越少。 两位,刚才那位若素道友,究竟是何等存在? 这一刻,枯悬天地终究没忍住,向洛宇和虎禅两位妖族请教。 非云子也竖起耳朵。 两位妖族都很为难,下意识把目光看向苏义。 苏义收敛思绪,心不在焉道,他呀,一位道祖,原来是道祖啊。 枯悬天地点了点头,玄机眼珠瞪大,惊叫道,什么? 道,道祖! 一侧的非云子,则满脸迷茫,道祖。 这是何等存在? 苏义差点笑起来,走吧,在附近找个地方,咱们一边饮酒,一边好好聊。 他还有事要问枯悬天地。 除此,也想去宿命海深处看一看那不济周,故而并未打算立刻离开宿命海。 好! 枯悬天地一口答应。 他内心也有诸多困惑,心仰难耐,迫切想和苏义聊一聊。 当即,一行人离开。 与此同时,宿命海之外,南海之上。 六位天地平须而立,正在眺望远处天穹。 能清晰看到,天穹深处被惊动的周须规则力量已消失不见。 这无疑意味着,宿命海之战彻底落幕。 那些来自命运彼岸的存在都已离开。 诸位,要不要趁此时机,杀一个回马枪? 呃,天地呼得开口。